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大专 大家好,我是康志敏,来自成都大专毕业 今年45岁 我知道属于45岁女人的选择应该说是不多了,机会 但是我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更新与突破 我感谢非理莫属激发我生命中新的激情 渴望45岁有别样的精彩 我想寻在这里,想寻求一份婚恋咨询 心理辅导和体验培训相关的工作,谢谢 你45岁了,在此之前,离现在最近的一份工作是什么 目前还在此,在一个房地产杂志,叫成都房地产 成都房地产,在这份杂志做什么 做总经理助理,也做过经营总监 做广告销售嘛,主要做广告销售 多年的传媒经营呢 那现在为什么不做了呢 一个是大环境宏观调控对房产行业有些影响 还有自己做的时间太长了,有些倦怠了 现在呢就想做与人交流,与人沟通 然后有一种心灵对话,这样一种工作 你为什么到了40多岁的时候反而不去做自己擅长呢 开始想要和人内心交流了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生活中有许多朋友 然后他们时常遇到很多困惑或者茫然 尤其是包括事业很有成就的一些女性朋友 包括在女企业家刺察风雨会在成都 他们特别愿意找我聊天谈话 然后我就发现我们为他们总结的就是为勤困为钱忙 但是我就发现我身上朋友也发现我特别有一种恩赐 你想说做心理咨询,你有心理咨询师的证吗 就是资格 我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 但是我很多年就是包括过去做公益活动 还有很多社会资源 就是很多朋友非常鼓励我来做这件事情 做这种,哎呀你特别适合开一种那种心灵机 就是那种一个工作室甚至这样做 志明啊,咱们说这是两回事 比如说我跟你聊完之后 我说哎呦,就你这口才 就你这劝人的本事 你真应该开个那个 但是有的时候朋友就是那么一说 不是,是我自己内心发生的一种兴趣 来关注这件事情 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意义,有兴趣的事情 所以你今天找的工作是什么志明 婚恋资讯或者心理辅导 各位听到了康志明现在他的这种诉求和状况 来沐妍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我非常对你非常有兴趣 因为百合网是一家可以说是最专业的婚恋网站 这个爱情顾问里面 其实大部分他们都开始没有这个心理咨询师这样的一个证书 你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呢,你在给朋友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这个婚恋咨询 在咨询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办法 有过很多次这样的经历 因为首先是就朋友对我非常的信任和认可 然后遇到事情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然后给我打电话 我可能首先呢还是 首先是倾听 然后是让他把心中所有的情绪全部宣泄出来 哪怕很消极的 整个宣泄完以后呢 我会接受这就是安慰 安慰然后就是会帮他很客观很理性的分析 尤其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所在 然后最后就是一种鼓励 鼓励他去直面,去面对 我这样,我再问你 你究竟是把这个当个 这个可以当做日常生活的一个兴趣 你就是一个热心大姐之面 但是如果有一天把它当成一个职业 为这个职业你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那现在呢,我想转型呢 我也很认真地思考 和我先生也认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就是觉得再为未来做准备 现在寻找工作已经不是为了生计 不是为了无德米了 那么就真的就是去关乎人心灵的东西 很多人就是那种心灵破碎 怎么去修复,去那种关爱 我觉得人真的能够活出一种大爱 而且并且这种爱能够 真的带给你身边的人 能够有真正的帮助 那这件事情是蛮有意义的 蛮有价值的 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 就要在成都 就要在成都 稍后,稍后,稍后 就是这样 就是一般我们想说找这个工作人的话 他会有几个层次的需要 对吧,有的是生存的需要 要一些工资啊 或者有的是发展的需要 他以后他想在哪方面发展 但是你呢,我现在听下来 我觉得你都不是要这方面的需要 你是要一个 你自己想去实现 你大概自己一个什么梦 所以我问你一个很 很基本的问题 你对工资有要求吗 因为你刚才提到 说你现在在财务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担心在这儿 我来的时候我也考虑到过 也许现在做的事情 与我现在目前工作的收入 肯定是相差甚大 因为我目前的收入 应该说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我知道我要什么 所以我不想提这个工资要求 对,所以我就想 就是说你是不是 其实我不是在找一份工作 其实我辞去我现在工作 我免费的去让人家去做 我想做的事 你都愿意去做 对,如果是有价值 生活安稳来 来寻求自我实现的 如果找到合适的岗位 她的能量一定会 身上的特别灿烂 十二位 你们的第一次选择 你们决定继续还是离开 选择 只有一位留下来 这一位看似也真的就是致敏 能够给你提供工作的百合网 你们在成都有工作岗位吗 我们在成都有办事处 但是这个办事处现在主要是做 相亲活动和媒体联络 我们的成都的服务中心 可能要到明年的五月份左右 今年的五月份左右才会建立 所以如果您来我这儿的话 可能先做这个活动的经理 去组织这个相亲活动 但是相亲活动当中 也经常会有人找您说 我以前有段感情经历一直放不下 想找您去解决一下 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先做相亲活动的组织 愿意吗 还可以帮你发展VIP客户吗 客户吗 可以啊 可以 就是也有一部分销售的职能 就是可以发展 其实你特别爱做的是 发展VIP客户对不对 那就恨现在的本行很贴了吧 所以现在假设 我们就实事求是的问 志明 如果这块做相亲活动的组织 愿不愿意做 愿意 也愿意做 我做很多活动的组织 这就简单了 我们的那个活动经理的 基本工资是四千 然后呢 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可能有些企业 要找我们做活动 然后有些企业给我们赞助 那么这个产生的这些收入 然后有一个提成 一般的收入大概在六千到八千左右吧 活动经理 对活动经理的这么一个工资 那他未来想要做的那个心灵沟通呢 心灵沟通 一个是你做活动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有人就找你 但这个呢 是不收费的 就是你等一步帮他做 然后等到那个我们的服务中心建立的时候 欢迎 就你就可以转为做我们的爱情顾问 去跟我们这些单身的会员 做心灵沟通 解决他们的问题 而且我可以 就是我们所有做这个活动经理 和这个爱情顾问的人 会有免费的这个婚姻家庭咨询师的 这个培训的资格 会把你 你会拿到这个国家的 婚姻家庭咨询师的职业证书 爱情顾问的工资是多少 爱情顾问的工资是 五千到六千之间吧 五千到六千之间 就是没有活动经理的工资那么高了 活动经理是四千 但活动经理是带业绩的 有这个提成 活动经理是四千的底薪 到了那个爱情专家的时候 就变成了五千到六千的底薪 但是前者有提成 后者没有提成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你真是一个干净利索脆的 一个求职者 因为自己的求职方向就那么窄 所以能给就是能给 不能给就是不能给 现场有人留下来 你这也没什么问题 看来真的 在钱的要求上 想法不多 所以15秒钟的思考 康志敏告诉我们 百合网的这份工作 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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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是 你们